来看到延续前一天 国民党在台北的大造势 今天汉子秃子再度同台 来到的是南投要帮助侯友宜助选 前高组市长韩国瑜 这回又是金句连发了 为立委参选马文军 被绿营指控泄密卖国抱不平 他就举了王立强的事件 还有四年前在参选总统的时候 如何被羞辱和抄家 结果选完之后都没事了 呼吁选民要睁大眼睛 民进党打血战现在越打越下流 居然一个潜见案 把他打成卖国贼 各位男道兄亲啊 眼睛睁开来看 什么叫做卖国贼 小文这个马文军是小咖 韩国瑜是大咖 2020年我选总统 韩国瑜是最大的卖国贼 冒出一个26岁 在澳大利亚澳洲一个王立强 说他拿了几千万来台湾 帮助韩国瑜 韩国瑜选上之后要出卖台湾 全世界的新闻 1450发疯了 全部卖韩国瑜是卖国贼 然后 居然我们总统府下令安全单位调查 这个王立强就是猪八戒选完勒 一个屁也没有了 人不见了 被澳大利亚赶出去了 问题选举选完了 投票前我岳父在桌水溪做沙士 噼里啪啦 敲锅打鼓挖了三十八个洞 韩国瑜全家在沙士场埋泵手 挖了三十八个洞 全台湾一边骂声 挖这个洞完全干干净净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南投乡亲 睁大眼睛 民进党最恶劣 就是没有把台湾民主政治善良的一面发挥出来 反而把台湾民主政治越搞越肮脏 越搞越下流 现在千军万马打一个马文军 希望打南投 所有的父老一票一票支出来的马文军 打马文军造成全部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骨牌效益 四年前打谁 四年前不是打马文军 四年前打胡思怀呀 打韩国瑜呀 要出卖台湾啦 结果呢 选完了 噢 没事情 落选啦 所以各位乡亲 这次我们一定 要做马文军的后盾 让我们马文军 像神力女超人许舒华一样 让我们马文军南投父老兄弟再次支持他 变成南投院的超级玛丽好不好 好 侯友宜昨天是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举行的万人造势 国民党立委参选他们纷纷到场立挺 那么许巧新就透露了 跟其他立委参选谈选情 其实最后聚焦的重点并非是蓝白盒 而是如何让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也要出现在选票上面 因为只要韩国瑜出现在任何一张选票上 那国民党就能够在北市取得 较多席次 我认为其实韩国瑜在这次2024年的选举当中 势必要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这个主旋律 那当然现在很多人提出说有没有这个侯涵配 那或者是说有没有机会这个列入不分区名单 其实我觉得第一是尊重韩市长的意愿 第二是说要如何激励蓝赢选民在1月13号出门投票 这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人他可能选区上面传统认为是这个绿大于蓝的 那就大家在讨论说 在这些选区里面要怎么样 国民党是更有胜算 其实最后大家讨论的跟蓝白盒没什么关系 大家讨论的是说那如何让这个韩国瑜能出现在选票上 因为呢只要韩市长他出现在任何一张的选票上 那基本上他的支持者蓝军有投票的气势 那投着投着 其实国民党能在台北市取得的其次一定就会比较多 对于朱立伦主席来说 就我知道这次他是希望说能够用不分区名单来带动整体的选情 而且不只是带动区域立委而已 还要带动总统的选情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侯友宜虽然现在民调有比较显著的提升 但是离这个赖清德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大家对于民进党的执政其实很不满意的 所以如果从政党票来说 带动大家的投票率跟投票意愿的话 那他可能就有机会反馈在这个总统的选票上面 就是说你在投国民党的部分区域立委这个选票的同时 你可能你在这个总统票上你盖侯友宜 然后呢你在这个区域立委上面你盖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样子三票都投国民党的这个情况绑在一起 其实就很有助于整体的这个选情嘛 国会习次其大化甚至在联合内阁这些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朱立伦和柯文哲两位主席 他们是有共识的 那如果今天那争取所谓的这个立院龙头的人选 是民众党他们没有办法支持的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那如果民进党加民众党 其实他们也能够过半 那为什么立法院的龙头不是民进党 所以这个蓝白河如果没有谈成功的话 在未来的立法院里面那也有可能出现 那民众党选择跟他人合作的这个情况 另一方面柯文哲在今天下午是出席了 高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对于蓝白河会不会最后是演变成蓝白战 他就表示一切顺其自然 能够整合就整合 那不能整合就各自努力 详细的情况把时间交给婷宇 好的主播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下午南下高雄 出席高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受到支持群众夹到欢迎 对于蓝白到底有没有办法和 他就表示一切顺其自然 能整合就整合 不能整合就各自努力 来听听稍找柯文哲的说法 对他最有利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 怎么形成最有胜算的组合 其实看民调都知道 今天国民党他们还是放不下这个 我倒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因为本来做一个人类 有理智也有情绪 所以有时候你明明知道理智是怎样 可是牵涉到情绪的时候 他就有另外的想法 我倒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倒觉得有时候顺其自然 能整合就整合 能够坐下来谈已经很不容易 至于会不会变成蓝白托 甚至是蓝白战 他也引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谈到中美对抗局势时所提到的 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 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 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要大家在耐心等候一下 时间到了自然会有结果产生 以上就是积极地说 掌握到了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而赖靖的昨天新北晋总成立大会 他找来的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站台助讲来细数蔡政府的政经 那么市议员侯汉廷就批评了 党非洲猪瘟却近莱猪 也喊出了护过者联盟 但是海峡中线早已消失 这个苏贞昌说他挡下非洲猪瘟 结果民进党开放莱猪 你觉得这一得一失之间 老百姓到最后真的有好到哪里去吗 那你最后这个所谓你挡了非洲猪瘟 这个人家可能在包包里面 塞了一个包子对吧 重罚二十万 可是呢像现在美国猪肉 莫名其妙的来了 然后呢这个到底 他是变成羊肉在卖 还是变成台湾猪在卖 还是变成加拿大猪在卖 台湾完全不去查 然后呢也查不到 都是蓝营的地方县市 积极查核之后 才发现有这件事情 我们甚至怀疑 这根本就是美国施压 所以民进党要求业者配合干嘛 进口美国猪肉来 然后欺瞒民众 谎骗民众 这个都是台湾猪吃下去 所以哪里有守护人民的健康呢 第二他说我们是护国者联盟 先不论他定义的道理 是台湾国还是中华民国 就想请问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海峡中线都丢了 你护国护个鬼啦 对吧 那所有的这些军事的演习 然后导弹从空中飞过 你苏贞昌那个时候 你拿扫把出来有用吗 没有用啊 在前列在裴洛西当时 情况最严峻的时候 当时大家都还紧张 然后呢美国的雷根号 就跑了之后 当时第一时间 民进党说什么 蔡英文说 这个我们也是要寻求一下 对话的空间啦 记不记得 他就是求饶啊 苏贞昌怎么没有在第一时间 勇敢站出来 大力抨击 然后大力说我们反击回去 导弹也要从大陆上空飞过 没有啊 为什么 就闹走嘛 因为美国都跑了 美国都跑了 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呢 国民党大咖周日是聚集在南投 替三位立委参选人 辅选站台 前共市长韩国瑜就喊出了 男人最骄傲的就是 腹部六块鸡 台湾未来也是六块鸡 包含的北台湾 南台湾 花东地区 还有中台湾 和农业以及客家县市 喊话要选民把希望放在 韩国瑜的身上 让台湾六块鸡 全部都能够连结在一起 男人最骄傲 六块鸡 腹部六块鸡 台湾的未来也是六块鸡 我们北台湾一块 南台湾一块 花东一块 中台湾一块 云嘉南农业的一块鸡肉 陶竹苗客家乡亲 一块鸡肉 六块鸡 我们要拜托侯友宜市长 选上中华民国总统之后 把台湾这六块鸡 发扬光大 现在最重要 要发财先修路 我们一定要让南投国道六号研究 能不能直接打通 花莲台东 让中台湾反应起来吧 炮 我们要三个立法委员 南投的 牛浩 马文君 孔文吉 代表南投 站在中央 强力监督 告诉行政院 要发财先修路 我们一定要让中台湾 跟东台湾 全部连结在一起 我们把这个希望 放在 侯友宜市长身上 希望侯市长 全让中华民国总统 承诺 南投乡亲 花莲 台东 还有台中的乡亲 让全台湾六号研究 一起来 发展起来 好不好 好 拜托南投乡亲 选票集中 精神集中 意志集中 全力支持 我们南投的三位立委 全力支持 侯友宜 选上中华民国总统 拜托大家 谢谢 不过蓝白河 还有没有转机呢 民众党中的参选 柯文哲他就喊出了 台湾模式 也就是全民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在南投 复选就表示 国民党所提出的 德国模式 就是全民调 也不用谁让谁几% 让所有的媒体 来做民调 大我大一点 小我小一点 哪要给其全民调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提出来的 德国的方式 就是全民调啊 德国就是一个重视 团队精神 动智大家的力量 大家不是说要改革 以后台湾 不能靠一个超级大总统 靠一个人 要靠团队啊 所以我们就说 一定是 除了个人的民调 这样一半 团队的民调也占一半 这样才合理啊 我们说一个Q队 除了一个民事团以外 也是要看中国团队 它是表现如何 让大家来选择嘛 让所有的媒体来民调嘛 所有的媒体 民生事都在做 这个时候好好做给大家看 不需要什么人留 什么人几%啦 用这个媒体做出来 让大家看 就知道 所以我们的佩生 选择当一个团队 选择当一个好参严 选择当一个好参严 选择当一个总统 做我们的总统 做我们的副总统嘛 太阳心全校客废尔一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一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一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一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一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